我觉得你当发现这样子的一个人品的人 居然在民进党里头 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么的走红 受到重用 甚至于当到这么大的官 在行政院 在总统府 都是最高层 最核心的人士 然后他不但对不起他的祖先原住民 因为他打着原住民的旗号 他也对不起台湾的人民 民进党的支持者 但是以他对民进党的了解 他却认为他还可以奋力一搏 他的仕途未来还有机会 他为此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跟这个隋伍 看起来是切断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不管他们过去这段的感情 是真是假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比政治前途更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不然的话照理讲 如果两个是真爱的话 那既然事情都先了 是 政治前途也没了 那不如就双诉双非吧 那好歹还是换回了一段真感情嘛 真的去生小孩吧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 这些他都不要 而且他还把这个男的讲得这么不堪 就是说他精神状态有问题 他纠缠我嘛 我是好心 我怕他没工作了 我还安抚他 你想想看这个男的如果没病 被他这样对待也发生病了吧 跟他在一起那段时间没有吃药 这段时间恐怕都要吃药了吧 对 这样子 因为他不惜为了他 以当时的状况 不惜为了他 跟自己的糟糠之妻 就这样子闹翻了 然后就等于是豁出去了 要跟他在一起 结果呢 这件事情被他的 这个原配 被踢翻了以后 他换来的是什么 全世界我认为在这个随护心里面 可能全世界的人都说他不是 他只要换得古拉斯的真爱 一切都值得了不是吗 结果如今 把他讲得最不堪的 正是这个女主角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样一个女人 这个心 这个心肠多恐怖啊 很恐怖 真的是人家都说狼心狗肺 狼心四铁啊 我看不是只有男人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这一次的角色刚好颠倒过来 不过我说实在的 第一个 我们都选过局啊 国家都派过随护给我们 第一件事情 这就很不寻常 他是女的吧 我也是女的吧 怎么会派一个男的随护给他呢 这就不寻常 这就不正常 因为随护是你推身 亲身的 对 近身 贴身 贴身的随护嘛 一定是女生才方便啊 因为你是女的嘛 怎么会派一个高头大马的随护在你身边 第一个这个就很不对劲了 我如果今天他们要派个随护给我 派个男的给我 我也觉得 你这个巨星叵吐你有问题啊 你想干嘛 你自己也会觉得很别扭吧 你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大家都是派女警 对 好吗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也就是选举期间派的随护嘛 不是吗 是 有人选举这么短的时间 第一个 你不是从你打算决定选举就有随护 对不对 是后面才会有随护 除非你特别跟人家申请啦 第一个 第二个 那就已经进入了选战白热期了 你怎么还有时间力气功夫啊 怎么可能呢 这都是太奇怪了 然后呢 他说 你们刚刚讲说100业我的天啊 他当随护有没有100天啊 第一个 正常选举随护不可能派100天的 在台湾大家没有关心过选举嘛 哪里有人选前100天你是选总统啊 就在开始派随护的啊 第一个 第二个 就算100天每天都一夜啊 这才不得了啊 你这个 跟选举总干事都没有这么多话讲啊 他哪里有这么多话跟这个随护讲呢 他说这个是 因为吃药的梦游副作用 大量传给他讯息 这就更不可能了 然后他说呢 他通常都是安抚回应几句 这些与工作无关的对话 他都随手删除 因为不想要这些无谓的讯息 影响到工作 所以 其实本来有1000篇就更多了 这个是他删除留下来的吗 古拉斯的性格喔 如果今天这个随护乱传讯息喔 早就换掉了啦 这我后面就会讲嘛 好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大家都跟随护有关系嘛 我刚刚不就讲了吗 选举期间 我连我跟竞选总干事都没有赖这么多了 我跟你赖这么多干嘛 我真的这么闲吗 第一个 第二个 一个难随护 如果自己也没事没事 选举的时候 这派在你的心里 然后跟你传一些不堪入目的话 你还真的 哇我很体恤他 这不是这太违反常情了 你不会赶快的保持距离吗 那如果像你讲的 他每天要吃药 不然否则睡不着 然后还会梦游 还会胡说八道 他的精神状况怎么当随护 那为什么警察单位 安全单位 派这种人来当随护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很高层就要派这个人来 害他吗 这个太不合理了 绝无可能 逻辑完全不通 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不要说男的了 女的了 你这样子跟我讲话 我也都会觉得说 你应该休息一下吧 你应该去看医生吧 对不对 或者是怎么样 我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换一个正常的人 否则的话 我本来选举很安全的 你这个随乎随时会发疯 哪一天对我不利的话 那我不是更不安全了吗 这不怎么可能 好 再来 就刚刚杨明讲 古拉斯何等人员 他以什么文明 嚣张跋扈文明 对不对 他是非常傲慢的 他是很高兴的 他觉得他今天是当红炸子季 他的态度傲慢 他的嚣张是人尽皆知的 所以我认为 他就是因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如果不爱他 很多网友可能会问 那既然你看他现在 两个人就像我讲的 照理讲不就应该双输双飞了吗 怎么会这个时候讲这个 好像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段感情啊 那我跟你讲 我认为他呢 就是因为个性太嚣张 所以才这么敢 您懂我的意思吗 不然一般的政治人物 你是说我现在这个评论 我自己都停顿了三秒 为什么 但我要讲下去 就想说 可是你看看人家那个谁 也跟大陆女朋友 也是这样子自拍 把所有不该拍的相片通通拍下来了 然后这个罗智正也很奇怪 还录音 有没有 录音 那跟 不是 对 我是不是 你讲的是小商 我说跟蔡英文讲话 还录音 这个也实在是很奇怪 真的很不正常 这些人 民进党这些人真的很不正常 然后 你这个古拉斯 我认为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太嚣张跋扈了 对不对 然后跟这个人暧昧 甚至于在那边谈情说爱 他也知道他去花莲选举是赔榜的 他根本就是去玩的 对不对 然后搞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他心里面 我看现在这个随护到今天才明白 他从来没有真的要跟他 醒了 对不对 那随护到今天醒了 今天就算当时随护 这个开大门走大路 先跟原配撤了 然后再来跟他相处 你看这古拉斯要不要他 根本没有 就是玩而已嘛 很绝情 就是玩而已嘛 就是选举的时候玩而已嘛 你就是把他当作那叫做什么 武则天的那个面手啊 是不是 像不像 像不像 所以就是玩完现在是 推之即丢 就是面手的功能 是啊 他不就是玩完就算了吗 哇塞 你还真的想 所以在古拉斯的心目中 最重要的 他也清楚 他今天之所以之前 他可以这么嚣张 拔护护风万语 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说实在也不过就是一个发言人啊 也不要把自己当作这么大的官嘛 然后呢 他就觉得说 他不得了了 他想玩谁就可以玩谁 那现在没有了 他就知道他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他现在的尽力一搏 哪怕再拿出来掀出来 再让大家笑一圈 他也无所谓 对不对 反正不要脸的人最大嘛 对吧 然后呢 他能够重返仕途是最重要 问题是你根本就不是赖清德的人啊 你今天如果是赖戏的话 我还没话说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是啊 你当时是被人家列为英戏啊 所以赖清德不会甩他的 怎么可能甩他呢 你又我这次选举 你不要拖累我就不错了 然后你这种记录 你这种为人 你这种纷争 而且你这个是每一次拿出来 要再被社会笑一次的事情 对不对 你不要脸 赖清德要脸啊 要不要脸 对啊 赖清德又没欠你的 然后呢 也不需要你啊 能当发言人的比比皆是 有必要非要你不可吗 花莲选得上选不上 现在也有沈柏阳啊 对不对 也不需要你古拉斯啦 所以啊 我觉得他再出来 我说实在的 就是已经豁出去了 然后呢 他也知道 他这一生 如果不再拼一次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年纪也到了 对不对 也不可能永远这么美啊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就是 哎呀 就让大家再看一次笑话而已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 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